在修真界 兽人欺凌 团宠小师妹宋妍妍 待人将我团团围住 巨傲地道 师姐 你要是学狗叫三声 我就放过你 如何 我强忍着疼痛抬起手 打开卫面交易器 扔了一件对我没用的灵气进去 卫面交易器吐出一把枪 枪身银白 枪柄身蓝 上面还有蝴蝶图案 这是游乐王子的枪 周围的人发出肆意的嘲笑 这是你的玩具吗 怪不得你这么废物 我把枪对准他们 微微一笑 叫了一声 古他呢 当枪出现在手里的时候 我是猛逼的 枪身银白 黄色的线条缠在上面 枪柄身蓝 镌刻着蝴蝶图案 不是 这枪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啊 周围的人看到我手中的误件 发出肆意的嘲笑 这是你的玩具吗 这么大了 还在玩玩具 怪不得你这么废物 哦 我想起来了 这是巴拉拉小魔仙里面 游乐王子的魔动枪 卧槽 你怎么把他给搞来了呀 哇 我有一瞬间的迟疑 这个枪连黑魔仙小月都能搞定 那么 这群助击的人 应该也肯定能对付 打 眼看他们就要逼近我 于是我将枪对准他们 保持冷静大叫一声 古他呢 那枪嗡嗡地震开了我的手 飘到半空中 金光大圣 哇 众人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枪从中间开闸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几颗子弹 一颗一颗掉进枪里 又飞回我的手 哇 不是老弟 你还真是一比一还原 砰的一声 枪口爆发出耀眼的光 把小师妹一下子轰到了树上 众人 趁他们在震惊中 没有回过审来 我又砰砰砰打了几枪 把所有人都轰飞出去 这时候 一个身穿白衣的青年男子 遇见而来 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对我的心诗问罪来了 这位青年男子 就是团宠小师妹的师兄公宴 目前是金丹七 我伤了他最最亲爱的小师妹 他要来虐我了 不过 我有游乐王子的枪 我邪妹一笑 谁怕谁 他看到他心爱的师妹 倒在地上 瞬间心痛到无法呼吸 他五脏六腑都在疼 他动作轻柔的将小师妹搂在怀里 小师妹挖的吐出一口血 他更心疼了 他怒了 沈清哥 你 砰 一道金光喷出 他也被打飞了 他还抱着小师妹 落地的时候 没有及时调整好位置 一个身高一米八级的大男人 直接摔在小师妹身上 小师妹两眼翻白 又吐了一口血 晕了过去 这时 一股巨大的威压逼近 那是原因修为的大能 修真戒的定律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而且很大概率是 小师妹和师兄的师尊 玄双先尊 我可没有天真的以为 游落王子的魔动枪 能对付元英老祖 也不会天真的认为 练七七的我 能在元英老祖手下逃跑 于是我打算继续动用 未免交易器 元主父亲 给元主留了一座 巨大的遗产自幅 只有元主才能打开和使用 里面丹药多如毛 神器遍地洒 但问题是 元主天资贼差 至今都是个练器 境外窄小得很 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 让神器认主 也没有足够的灵力驱动神器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无法使用的神器 跟一堆废铁有什么区别 那令人喘不过气的微压 越来越近 我几乎能听到 身体的骨骼被挤压的声音 我强忍剧痛 扔了几颗零食 进外面交易器 然后他吐出一把电锯 这次外面交易器上面 好心地浮现了几个字 光头墙伐木的电锯 我 你告诉我 这个电锯来到修真戒 有什么用 我快速扔了一瓶丹药进去 外面交易器 吐出了五个汉堡 海绵宝宝做的泄黄宝 我 滚吧 想到我刚刚扔的是灵气进去 他吐的是游乐王子魔洞强 我又扔了一把灵气进去 这次他吐了一个蓝色蝴蝶状的 看着很像玩具的东西 名字 林美琪的变身器 我 我 难道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呼 巴拉拉能量 沙罗沙罗 小魔仙全身变 想到变身所用到的一连串时间 敌人已经能够把你秒了 微笑 嗯 便也没用 我压根不记得 他们诗个种法术的咒语 记得也没用 你觉得 这些个小孩子般把戏的法术 能抵抗得了原因老祖 我终于被微压 压得吐了一口血 不再犹豫 我狠心扔了一个 看起来很牛逼的神器进去 外面交易器 吐出了两个冒着火的巴掌大的金色轮子 我 这是啥 外面交易器上面 慢吞吞地打出了几个字 哪吒的风火轮 我 这时候 悬双仙尊压抑着怒火的声音 在我耳边炸开 大胆孽障 宗门内禁止打架斗殴 你居然敢往顾门归 重伤同门 该当 回答他的是 风火轮燃烧火焰冒出尾气 仙尊 他发现 自己追不上我了 我踩着风火轮 一路上风驰电掣 我到底是学过预见 有点底子 除了一开始不适应 差点摔下来 差点撞到树上 差点被大风掀翻以外 一切都还好 能躲一时是一时 我还抽空吃了个美味蟹黄宝 嗯 该说不说 还挺好吃的 海绵宝宝的厨艺真不错 第二天 便有宗门弟子通知我去戒律堂 生动形象的告诉我什么 叫躲得过一时 躲不过一时 我在子府中找了许久 终于找到了一件 能抵御化神器以下 威压的护身灵器 不需要灵力 只要感应到威压 就会自然触发防御机制 不然 一个原因期大能的威压 能把我全身骨头压碎 果不其然 刚踏进去 身上的灵器被激活 形成一个透明的保护罩 将我圈在其中 我左右环视 看到了脸色惨白的师兄和小师妹 他们愿读地瞪着我 还有一种看热闹的弟子 一个冷漠威严的声音响起 孽障 还不跪下 我仰起头来 弟子不知所犯何事 师兄勃然大怒 失尊 昨天沈清哥就是用他手上 戴着那个手镯 拿他不能用的灵器 兑换了另一个灵器伤了我们 肯定是个神器 以前从没见他用过 一定是沈清哥偷的 谁人不知道 园主的父亲 给园主留下一大堆好东西 有一两件稀奇古怪的 也没毛病吧 师兄却为了事出有名 倒打一耙说我偷的 明显在睁眼说瞎话 哦 仙尊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一挥袖子 我手中伪装成手镯的 卫面交易器 脱离手腕 飞到了他的手中 我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仙尊没有在理我 显然 神器对他的吸引力更大 他端向着这个神器 沉引道 你们谁来试探一下 上面还有一个拉环 于是众人好奇心大发 将师兄团团围了起来 这是什么 不知道 哎 或许也是灵气一类的吧 这个拉环可以拉开吗 师兄道 我试试 于是师兄把食指扣在拉环上 啪啦一声 他把拉环给拉开了 拉环拉开了 拉开了 拉 我 我 大哥 啊不 火爹 这他妈是手榴弹啊 眼看着那颗手榴弹 冒出一股白色的气烟 我毫不犹豫的 从储物界中掏出风火轮 跳上他们 用最快的速度开始跑路 轰咙 我飞出了数百米 就听见背后的爆炸声 转身一看 整个戒律堂变成一片废墟 呼赶手腕一凉 一个镯子慢悠悠地飞过来 贴近我的皮肤 咔嚓一声 手尾相扣 套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眼角抽搐 这个微面交易器还认主的呀 这时 悬浮在戒律堂上空的 玄霜仙尊衣袍稍微破损 发际也稍稍凌乱 形容有些狼狈 一脸怒气 优优独的仙尊还没注意到我 我麻烈地踩着风火轮溜了 圆主的身份并不简单 他的父亲是修真界 赫赫有名的灵霄店店主 得以留下如此庞大的遗产给圆主 店主父亲生前 在他的照付下 哪怕圆主是个资质其差的废物 也能被他送进修仙界第一宗门 太虚宗 成为太虚宗宗主挂名的徒弟 因着太虚宗宗主 跟他父亲的交情 圆主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 也过得顺风顺水 有宗主照付一二 可趁着宗主闭关修炼的时候 一些天骄弟子的羞辱 不就来了吗 毕竟一边是早已筑记金单的弟子 一边是走后门的练乞七的废物点心 怎么说宗主也不会重罚他们的 所以天之骄子们有恃无恐 也不是没人 对他父亲留给他的好东西 垂涎三尺 不过圆主起码是太虚宗宗主的弟子 旁人也不敢太过分 而且圆主父亲是个急霸道急狠的 他或许早知道自己的结局 给圆主留了后手 派人硬生生将自己的子斧 在圆主体内练化 并给圆主下了禁术 除了圆主以外 谁也无法开启子斧 如果圆主死亡 子斧受到陌生气息强行入侵 那么不在上面的禁制将会触发 首先会将圆主的魂魄拢住保护好 立刻瞬移 然后牵引所有神器进入自爆模式 那些神器的爆炸 足以将杜杰七以下的所有修饰化为灰烬 神魂湮灭 圆主父亲就是如此很绝 就算圆主用不了 烂也要烂在圆主手里 我随手掏出一颗屁股丹 扔进味面交易器 我现在是练气期 还不能避鼓 只能用美食安慰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他吐出了一碟炒蛋 浓浓的蛋香 钻进我的鼻孔 我眼睛一下子亮了 好香 看起来就好好吃 味面交易器上面 神厨小福贵做的爆炒混蛋 哇 请问谁是混蛋呢 不管了 先吃 在修真界 这个人人都专注于修炼的美食荒漠 我闲少品尝到人间的吃食 一盘炒蛋都感动了我热泪盈眶 小福贵不愧是童年的美食大师 我吃饱后 叹了口气 又开始有点忧愁了 这弱弱强食的修真界 实在太不好混了 这位面交易器 好用是好用 可也要讲究一定的运气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他一天能够交易多少东西 有时候一天只能交易一件东西 有时候一天没有上线 交易出来的东西 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困境 我这两天的运气 倒是比较好 还没达到一天的限额 而且还跟他交易出 大部分适合我的物件 但是上一次我去妖兽森林 遇到妖兽巢 情急之下 只兑换出一个白雪公主里面 王后的毒苹果 就再也不能交易了 一个毒苹果能顶个球用啊 虽然那个毒苹果质量很好 毒死了一头魔兽 但那是魔兽巢啊 亲 要不是我滚到山洞里躲了一截 早就被魔兽吞了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 未面交易器上 不如看看能不能提升自治 逆天改命 我也在原主父亲的子福里 寻找能够洗水的宝物 很遗憾 并没有 灵力低微在这个修真世界 真疼得没卵用 只能用低阶一点的符咒和灵气 但这些对于天资出众的师兄师姐 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 他们欺负你 你也还手不了 看来这段时间 我得去拍卖会看看 有没有洗髓液 洗髓单了 那个我至今都没见过的 便宜宗主世尊 也指望不上 我又叹气 准备出去打听打听 最近有没有拍卖会什么的 我什么也不多 就是遗产多 刚踏出去 就突然感觉身体一阵冰寒 我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摸向未面交易器 我警惕地望着周围 时刻准备逃出风火轮逃跑 这时 一个宛若折仙般的白衣青年 出现在我面前 面目俊美 气质灼然 哦 是圆主那个便宜师尊 太虚宗宗主 动不动就闭关地修炼狂魔 圆主的记忆 也没瞧出 这个师父对圆主有多么关注 就连收下圆主这个废物 都是看在他爹的份上 毕竟是名义上的师尊 我规规矩矩地朝他行了个礼 师尊 宗主皱了皱眉 第一句话是 受伤了 说着 他的手指搭上我的手腕 温和的灵力 分成小股 游离进我的经脉 修复着我被玄霜仙尊的威压压出来的内伤 动作轻柔 语气却冷漠 谁干的 我有些呆滞 这剧情似乎不太对啊 难道不是师尊冷酷漠视 仙尊是强凌弱 师妹栽赃陷害 师兄无脑恶毒 师尊 你怎么就跳出剧本了 我支支吾吾 是 玄霜仙尊 宗主依旧平静又冷漠 见本尊久不出关 整个太虚宗都是他一言堂了吧 本尊的人 就算是个挂名弟子 他也感动 哇 宗主低下头 像是仔细地查看我 皱眉又舒展 我却冒出一身冷汗 难不成他看得出来 我已经不是原主了 我怎么就忘了 宗主是个杜结七大能 夺赦之人 他怎么可能不清楚 我将所有的死法都想了一遍 忐忑之中 宗主沉吟道 你以往的魂魄是有残缺的 现在我却看到你魂魄完整 灵台清明 宗主 如本尊想的没错 你飘落异式的魂魄 终于回到了本体 哇 我哑声道 我就是沈清歌本人 宗主 自然 我以为自己是穿越 没想到居然是土著 但我很快把这个震撼先抛到一边 毕竟这是修真戒 要先解决当下困境 见宗主并不是寻常狗血小说里面 道貌岸然的师尊 我趁机寻求帮助 师尊 徒儿想问问 你有没有洗水的丹药或者方法呀 宗主眼中的冷漠似乎有些消融 还带着些许联系 他看了一口气 摸了摸我的头 清歌 你这个资质 是万年难得一遇的废灵之体 你当初部分魂魄飘落在外 也是因为废灵之体 隐隐排斥你的魂魄 导致两者融合不稳 就算你历经千辛万苦 洗水扩宽经脉 改变资质 这废灵之体的经脉 还是会自动萎缩 无法储存过多灵力 而且你还是五灵根 修炼起来不能专一 分散你太多精力和灵力 你的身体就比凡人强那么一点点 洗除一条灵根的痛苦 足以去掉你大半条命 更别说你那么多灵根 即使你的意志足够坚强 但你那身体跟不上也没用 我耿住了 这身体还真够废的 宗主继续道 不然你以为你那爹会不给你洗水 他即使一时心疼你 但修仙一道 你总有自己的路要走 深刻体会到了 所以我真他妈要当一辈子的废物 宗主让我放宽心 安抚我道 本尊会保护好你的 我只觉得整个世界都黑暗了 师尊 你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我身边啊 我这么脆皮 在这个修真界很容易死的 宗主沉吟了一下 面容冷淡 却又迟一道 那要不你去下面 见到你爹了 跟他说一声 兄弟我已经尽力了 我六 主打一个走一步看一步 实在不行死半路是吧 看到我呆滞的模样 宗主看了 乖乖贴在我手腕上的手镯一眼 意味深长地道 虽然你是费灵之体 但天道总会给人一线生机 不至于始死无生 你的运气终归不会太坏 你手腕上的手镯 就是你的机缘 说着 他抬手 往我的手镯上不留阵法 道 这个未面交易器 是你父亲留给你最后的底牌 为避免你的未面交易器 招人觊觎 本尊失了个阵法 以后你进行交易的时候 别人只会看到你掏出东西 并不会看到你交易的过程 我感激道 谢谢师尊 我很快听说了 师兄公宴被炸断一只手 小师妹送炎炎被炸毁容的事情 因为他俩离手榴弹最近 昨天还被游乐王子的魔动枪轰了个半死 根本来不及逃跑 还有玄双先尊 一个原因 大能被一个小小的灵器搞得如此狼狈 颜面扫地 已经气得要把我扔进断魂崖 要不是师尊恰好出关 我能不能好好站在这里 都是个问题 师尊懒得跟他们废话 甚至没让我跟他们见面 小师妹就因为心术不正 七零同门被逐到了外门 而师兄被指派到危机四伏的剑种 魔力猩猩 玄双先尊 因为他打不过出关之后 也是杜结器的宗主 不服也只能憋着 这还不算 师尊一顿操作猛如虎 直接把玄双先尊 踢到人间杜情节去了 牛逼 按照狗血剧情 这些人物一般都能动达到最后 把主角恶心的透彩下线 现在我师尊一出关 就把他们全收拾了 我目瞪口呆 宗主满意拍手 他们老跳出来也蛮烦的 特别是玄双那个老皮肤 本尊看他不顺眼很久了 不想解决问题 那就解决搞出问题的那个人 哇 您知不知道 您身为师尊的高冷绿镜碎了一地 经过宗主的一番震慑 再也没有哪些不长眼的弟子 欺负我了 可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虽然我灵力低微 虽然我是个废物 但是该上的各门课程还是要上的 就好比你是学渣 什么都学不进去 但还不是要上学 长老教导一众弟子的是传送服 讲台上面的长老 一边讲解传送服的原理 一边拿朱砂用金光闪闪的灵力画符 一个线条流畅的符咒 落在了符纸上 磅礴的灵气四溢 这位长老是修真界 极为有名的符修 抬手之间就是一个高阶符咒 我面无表情 我子符里的中阶高阶 传送服有很多 顺移千里万里 不在话下 但还是那句话 我没足够的灵力驱动 低阶的符咒我倒是可以驱动 但一个低阶符咒 只能睡一亿公里 以我的灵力储备情况 最多能驱动三四张低阶符咒 在这个预见 飞行一下子就几公里的修真界 低阶符咒无异于废纸一张 通常用来给初学弟子练手的 我的记忆力还不错 悟性也还可以 长老掩饰了一遍 我就已经把原理和步骤 理解得七七八八了 我有点不甘心地拿笔点朱砂 抬手运转灵力 可刚化到一半 我身上的灵力就宣布告庆 境外开始不负重贺的剧痛 我咬牙 额头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 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拖烂的符指 失去灵力的支撑 慢悠悠从半空中落下 长老看着我 语气像是遗憾 又像是惋惜 记忆极好 悟性极佳 前半部分落笔时 没有丝毫凝滋 笔顺圆滑流畅 挥洒自如 甚至还在我故意设置的小错误上修正 可惜了 所有人齐刷刷地望向我 神情复杂 我 没事的 没事的 一位师弟把玩着自己画好的符咒 不懈地吃笑一声 刚想说什么 他旁边的师兄就拉住了他 他上面有宗主护着 敢惹他 你他妈想被发配到剑种吗 另一个师姐也劝他 清歌师姐的父亲 好歹为这个修真戒做了贡献 不然摩尊在世 生灵涂炭 你能不能在这里好好画符 都说不定呢 就别奚落他了 师弟眼中闪过一抹不愤 他把妍妍师妹害得那么惨 我连嘲讽他几句都不行 哦 宋妍妍那似的呼花使者 师兄师姐 你神经了 为了一个被废掉的蠢货 去惹宗主的徒弟 你还当宗主闭关 对沈清歌不闻不问的时候吗 我懒得理他 反正身上的灵力也耗完了 画不了符 于是把毛笔一扔 直接趴在桌上 睡觉摆烂 这废灵之体 简直有毒 迷迷糊糊中 我突然听到一声惊恐的尖叫 清歌师姐 闪开 眼前出现的传送符 化作一小撮烟花 刷了一下弹到我身上 白光闪现 我在睁眼时 发现自己到了一处 阴沉诡诀的森林 看这地势 好像就是妖兽森林 哇 到底是哪个 杀千刀的乱丸传送符 还好死不死 出现在了一个 正在飞快逃亡的小队的面前 他们身后 是发狂的疯群 身上黑棕条纹 窦眼仇恨恶毒 尾部的真寒光闪闪 每一只蜂都有手臂那么大 被钉一口就得挂 赤眼毒蜂 我吓得冒出一身冷汗 立刻掏出风火轮 溜得比他们还快 看这个小队的衣着 我就知道 这是花神宗的修饰 花神宗是仅次于太虚宗的宗门 是修真界第二大宗 我父亲的子弗里 刚好有一个能够看得到 杜杰七以下修饰修为的灵器 被我打造成吊坠 带在脖子上 所以我能看得到 这个花神宗队伍的修为 都不低于金丹 最强的是金丹大圆满 而那疯群美之妖风的修为 也是金丹初期 到金丹大圆满 按理说金丹对金丹 胜负五五开 可怎么都架不住 妖风太多了 长得又大 还是密密麻麻的一片 吓死个人 我一个练七七的小趴菜 无论对上哪一方 都是个死字 自然是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结果 我还没溜出多远 就遇到两条恐怖的巨蛇 像小山似的挡住了道路 双目星红 鳞片漆黑 奇丑无比 从口中不断滴落腥臭的咸水 落到地上 发出滋滋的声响 竟是把他身下的草皮给腐蚀了 我沉默了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也不知道 哪吒的风火轮 是不是受到了异界的压制 他现高 我飞不过去 前有狼后有虎 中间夹着二百五 我人妈了 看来得动用卫面交易器了 游乐王子的魔动枪 怕不是给他挠痒痒 思索间 那花神宗的弟子也追上我了 后面跟着一阵 令人头皮发麻的嗡嗡声 可当他们看到 前面像坐小山似的 两条巨蛇吐着蛇信子 贪婪地盯着他们 仿佛在思考 怎么对着自动送上门的 小点心下嘴 整队人差点裂开 其中一个女孩 几乎要哭了 她仅仅拉着另一个 轻衣少年的一百 阿峰 难道我们今天真的逃不出去了 轻衣少年脸色苍白 她右手直见 左手冷静地抹掉唇角的血 我还有一份传送卷轴 若一线生机都无 我就立刻把你送走 女孩呆住了 那 阿峰 你呢 轻衣少年不语 只是目光眷恋地盯着女孩的脸 像是要牢牢记住她的样子 然后转过头 并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语气冷肃 你要保护好自己 嗯 还挺深情 轻衣少年 似乎是这个小队的领头人 也是修为最高的 处于金丹大圆满 她扫过灰头土脸的一众人 声音沉稳又坚定 事到如今 唯有一搏 众弟子握紧了手中的剑 即使气息微弱 却依旧咬牙 战 至于我这个突然出现 又逃跑的练气漆小洛基 直接被他们忽略了 趁着他们严阵以待 我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 立刻动用卫面交易器 丹药之类的排除 每次用丹药交易 不出意外 只会回馈吃食 零食也排除 上次给我吐出来的 光头墙的电锯 是个什么鬼 灵气跟神器 倒是可以试一试 于是我扔了一个灵气进去 手上立刻多了一块 灰不溜秋的八边形铁块 上面刻着一只羊 这铁块看起来怎么这么陌生 却又怎么这么熟悉 电光石火间 我脑子灵光一闪 卧槽 这不就是成龙历险记 里面的羊符咒吗 羊符咒的能力是什么来着 我绞尽脑汁 似乎是灵魂出窍 我直接爆粗口 什么破玩意儿 这就是师尊跟我说运气好 成龙历险记 十二个符咒里面 就羊符咒最垃圾 别的不是会隐身 就是会治病 要么还能双眼发出激光 要么就是力大无穷 一拳能捶爆傻逼的狗头 结果最废物的符咒 被我交易出来了 灵魂出窍 是让我乖乖躺在地上 让他们啃吗 干 我又挑挑选选 重新扔了另一件神器进去 这次出现在我手上的 是一个紫色的葫芦 精致玲珑 不是凡物 哦吼 紫葫芦 我心中爆发一阵惊喜 不会是葫芦娃里面七娃的 果然 内面交易器上显示 葫芦娃中七娃的宝葫芦 死 我有救了 说时迟那是快 一只赤眼毒蜂 瞪着通红的斗眼 扇着翅膀 朝我扑过来 我举起葫芦 念了一声 看法宝 葫芦嘴发出紫色光波 整只妖风 就被葫芦收了进去 还没等我松一口气 一团黑影朝我砸了过来 原来是一名花神宗弟子的攻击 激怒了巨蛇 巨蛇的尾巴将它卷起 然后朝我这边一扔 我下意识地伸手格挡 却忘了 我手中还有一枚羊浮咒 羊浮咒不知为何被击发了 发出一道光 瞬间击中了那个弟子 那个弟子摔到地上一动不动 落环 另一位弟子 看见自己的同伴 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发出悲愤的怒吼 但也仅仅只是怒了一下 他就被毒蜂的毒针射中了 整个人呼吸难受 脸旁迅速红肿发紫 瞳孔溃散 濒临死亡 哇 他死不了 但你就不一定了 轻衣少年受伤最严重 唇角一泻 他一边护着同伴 一边躲避毒蜂的毒针 一条巨蛇的蛇性子 我保怎么办 永远不要低估修真戒的人性 即使我有风火轮逃跑 但终归是一桩麻烦 可另一条巨蛇 并不打算放过我 当时通红的蛇性子 朝我席卷来的时候 我内心MMP 随即举起宝葫芦 发动了魅惑的功能 光波线条 击中了两条巨蛇 它们身上分别飘出一颗爱心 然后爱心破裂 两条蛇的蛇性子收了起来 它们互相恶狠狠地瞪着对方 发出愤怒的低吼声 一阵地动山摇 它们竟然打了起来 其中一条巨蛇 拦腰扯断一棵大树 朝另一条巨蛇扔了过去 另一条巨蛇也不甘示弱 尾巴将大树劈碎 枝叶木屑纷飞 尖利的毒牙 一口咬向对方的脖子 对方巨蛇发出凄厉痛苦的咆哮 因为蛇性子的骤然缩回 轻衣少年被摔到了地上 吐了一口血 女孩连忙扶起他 眼泪滴答滴答往下掉 往他嘴里塞了一颗丹药 我沉默地看着这两条巨蛇打斗 它们倒是不攻击人了 可是 它们在路中央打架 我他妈也过不去 等等 杨浮咒 灵魂出窍 我怎么忘了这一层 我抬起杨浮咒 对准两条巨蛇 灵魂出窍技能发动 两条巨蛇身子一僵 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净 巨大的身形 碰得倒地 激起一片尘土 接着又将浮咒 对准了一群飞向我的毒风 看着地上扑着一层厚厚的毒风 耳边再也没有传来嗡嗡的声音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杨浮咒啊 你怎么没有用呢 你真的太有用了 刚刚是姐姐 错怪了你哈 我又把宝葫芦里面的毒风放了出来 继续发动杨浮咒的技能 七娃的葫芦虽然能装万物 但保不齐它 万一哪一天突然爆炸 如果我又在里面 装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时候是真的玩犊子了 我至今还记得 葫芦小金刚中 被装在葫芦里的蛇精 弄出一条小虫子 就把宝葫芦给咬穿了 这葫芦的质量有点堪忧 还没有伤家售后 装东西必须得小心谨慎 轻衣少年的伤 被弹药治好了大部分 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立刻起身去检查同伴的情况 但很遗憾 三死全伤 最开始那个被毒针击中的弟子 早已弃绝身亡 还有两个弟子 被巨蛇咬断了脖子 修真戒就是那么残酷 被杨浮咒击中的那个弟子 灵魂回归 慢悠悠地醒了过来 倒是躲过了一劫 侥幸还活着的众人脸上 带着迷茫和悲伤 轻衣少年沉默地看着同伴的尸体 眼中也漫出极致的哀忧 我冷静地看着他们 道 他们只是暂时失去意识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 我劝你们赶紧离开此地 轻衣少年听了这话 朝我拱手 在下捡风 多谢道友的救命之恩 他的目光落到这两条巨蛇上 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 我却能感受到 他身上极致的恨意 他吩咐同伴收敛尸体 自己从储物界 取出一把灵气宝刀 走向巨蛇 下手很觉得剖开巨蛇的腹部 挖出巨蛇的内丹 对另一条巨蛇也如法炮制 其间巨蛇一动也不动 连痛醒哀嚎的事件都没有发生 毕竟失去灵魂的取巧 又怎么可能会有反应呢 他将那两颗内丹抛给了我 又取出一件神器放到我手上 脸上似乎有歉意 这是谢礼 我还要带领他们回去疗伤 请道友见谅 好一个光风季月的君子 这种君子在修真界真的少见 众弟子也对我手中的宝物 视若无睹 他们妈撒着装着 他们同伴尸体的宝盒 沉浸在悲伤之中 许久便将盒子 小心翼翼的放入储物界 女孩跑过来 她长了一张十分漂亮的脸 性子即使柔弱 修为也在金单后期 她小声道谢 小姐姐 谢谢你 不然我们全部人都要死在这了 女孩瞪大眼睛 脱口而出 沈清歌 林门一脚就能飞升的 林霄店前店主 沈成林的那个废物女儿 沈清歌 哇 你多少有点冒犯了 女孩自觉失言 尴尬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嗯 你说的也不错 我确实废物 女孩 我节节怪笑 但无所谓 我爹给我留下来的庞大遗产 能让我见谁不爽 就洪水 能不能用令说 先把牛皮给吹好 女孩 好像也是哈 我礼貌询问 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离开吗 有人带路 比自己一个人瞎逛 然后又遇到些什么 妖兽墙太多 你还点头 当然可以 我把轻衣少年赠送的神器和内丹 扔进储物界 准备跟着他们一起离开妖兽森林 我觉得 我的运气一向不太好 不 是妖兽森林 太过危机四伏了 还没离开妖兽森林 我和花神宗的人 就遇到了 拥有空间系能力的八爪螳螂 我还来不及动用宝器 就被他的空间能力击中 直接传送到了魔祖领地 魔玉 就是传说中 我那灵霄店店主父亲 所封印的魔尊的地盘 因为没有一个牛逼的统治者 现在魔族的人 如同散沙般 分成各个大小不一的势力 以十大魔主为首 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战 斗争不止 纷乱不休 要是被魔族的人知道 就是我父亲 将他们伟大的尊主封印的 不把我这个仇人的女儿撕碎才怪 我躲在树后 看着魔族将领 再寻来寻去 脑残才跟这么多魔族硬碰硬 我身上 恰好也能改变人秀气息的丹药 便掏出来吞了一颗 这些魔族 身着奇妆一服 头发的颜色不尽相同 红尘黄绿青蓝子都有 黑色的倒是罕见 为了不那么扎眼 我只能改变自己的发色 啊 上次交易出来的林美琪的变身器 终于派上用场了 我掏出蓝色蝴蝶变身器 小声念叨 巴拉拉能量 沙罗沙罗 小魔仙全身变 我拽了拽蓝色的头发 扯了扯身上的蓝色裙子 看着镜子里眼睫毛 都是蓝色的自己 一言难尽 抽了抽嘴角 好吧 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 这如此梦幻的颜色 其实我觉得吧 黑魔仙小月 或者眼力里变身的发色 更适合魔族 我开始沉思 该怎么自救 我一个小小的练气漆 随便一个魔族 都能一口一个 靠自己想逃出魔族领地 基本不可能 于是我只能向师尊求救 我掏出一个半透明的海螺 往里面注入一小股灵力 对方很快接通 清歌 你现在在哪里 我欲哭无泪 师尊 救命 我在魔狱 师尊冷淡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安抚 本尊知道 符咒课上发生的事了 别怕 你找个地方躲好 尽量不要跟魔族人起冲突 本尊这就来把你带回去 我先稍安 乖乖道 好的师尊 换成小魔仙这副模样 在现代式cosplay 在修真界的正道之人眼里 却是不伦不类 但在魔族的眼里 可太正常了 毕竟魔族人随心所欲 生性开放 怎么穿的都有 都是用魔器修炼的 按理说正道弟子 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交易货币 因为魔器会侵染弟子的尸海 引诱他们入魔 正道之人 对这种魔石深恶痛绝 然而 作为正道第一大宗宗主的弟子我 子府却有一大堆 而且还有蛮多阴邪可不的魔器 深深感觉 我爹也不怎么正道的样子 我点了一壶茶水 几分点心 置身于魔狱消息最灵通的茶楼 看看能打听些什么有用的信息 一个长着犄角的魔族 一脸八卦的模样 你们知道知不知道啊 魔主机冤的卢顶 又和机魔主闹脾气了 还把机魔主赶出了宫殿 另一个红头发的魔族 倒吸一口气 嘶 哪个卢顶这么嚣张 我听说机 魔主的脾气 是十大魔主之中最暴虐的 殷勤不定 手段残忍 那个卢顶有没有被他大卸八块 长着机脚的魔族 白了他一眼 一听这语气 你就知道 你不是我们机魔主领地的吧 咱们魔主可宠爱这个卢顶了 要星星给星星 要月亮给月亮 不过这个卢顶似乎受过重伤 灵根筋脉全肺 连剑都拿不起来 是个药罐子 就一张脸美貌绝伦 另一个魔族接话道 对呀 那个卢顶长得还很像 灵霄店前店主沈成林 他语气中还带着思思咬牙切齿 刚开始我们还以为 魔主极为痛恨沈成林 要不是他 我们魔尊怎么可能会被封印 魔族又怎么可能 这般斯分武裂 即使他死了 都要找个跟他有几分相似的人 做卢顶来羞辱 结果 长着犄角的魔族 无奈探手 大概玩着 玩着就动心了吧 沈成林虽然我恨不得 吃他的肉和他血 但我也远远见过他一面 那等风姿 不是我吹 修真戒 除了我家魔尊以外 无人能及 他不是还有个女儿吗 哦 他女儿啊 苍天有眼 此等人物 居然生了个无法助击的废物女儿 真是有损沈成林一生的英明 哇 说我爹就说我爹 提我干嘛 真是路过的狗都被踹一脚 等等 卢顶 受过重伤 是我那牛逼爹吧 我那爹疑似没死 这些天 我也可算听说了我这个爹 是怎样觅天的存在 俊美绝俗 风姿灼然 天生健骨 年少成名 修为深不可测 妥妥小说里的龙傲天 怎么也不会那么轻易就挂了吧 为了风一魔尊 身受重伤 经脉零根全肺 也很正常吧 他无法反抗 成为魔主的炉顶 似乎也说得过去吧 可是 那魔主好像是个男的 我爹可不是弯的呀 他跟我娘亲 再等等 我震惊 我好像没有娘亲 在原主 啊不 我那残缺魂魄的记忆里 并没有母亲这种生物的存在 我是父亲一手带大的 我再次沉默了 我这个女儿又是怎么来的 迷茫 我好迷茫 我又探听了一会儿 很快知晓了魔狱大大小小的信息 还花了点代价 买了一张机渊领地的地图 我忍不住想坐死的 前往机渊的宫殿 一探究竟 想看看我爹生日真的没有死 想看看那个记忆里 那个光风计月的父亲 想看看 有没有法子 把我爹救出来 但在此之前 我在茶楼看了一间房 将储物界里交易出来的所有东西 倒了出来 游乐王子的魔动枪 光头墙的伐木电锯 林美琪的变身器 海绵宝宝做的蟹黄宝 三个 哪吒的风火轮 成龙历险记里的羊符咒 葫芦娃里七娃的紫葫芦 虽然但是 并没有杀伤力特别大的武器 这些魔主 各个都有原因以上的修为 机渊据说 已经到了大成期 在这个境界的大能 手里的法宝不知反几 远不是什么魔动枪 羊符咒 宝葫芦可以抗衡的 我真想仰天长笑 为什么不给我交易出 一个原子弹出来 没有原子弹 激光枪也行啊 再不计沙漠之鹰 AK47 我不挑的 机渊 你想把本作的魔狱 炸了你直说 下化线 不行 我得继续跟他交易一下 万一呢 结果我的运气不太好 我眼角抽搐的 看着这一堆废品 超人的红内裤 喜洋洋的铃铛 被杰瑞咬了一口的奶酪 灰姑娘的水晶血 能让小美人鱼的尾巴 变成双腿的药水 这都是些啥呀 半点用都没有 还白白浪费我那么多灵气 看来现在的手气不太好 再扔最后一件 外面交易器 吐出了一个瓶子 却没有显出任何解释的字样 我 得了 又是一个垃圾 我面无表情的 将所有东西 扔到储物界里的角落 走一步看一步吧 虽然我修为不行 但是乱七八糟的技能 还是学了不少 我很快顺着地图的标记 来到了机渊的魔宫 撤销小魔仙的装扮 改头换面 动用模糊修为的灵气 摇身一变成为魔宫的侍女 成功换了进去 并且旁敲侧击 打听出那个疑似 我父亲的炉顶所住的宫殿 毫不犹豫地 顶替了另一个侍女 前往伺候炉顶 我抬头看到 宫殿牌匾上 大大的忘忧宫 刚靠近房门 就听见一句 平静又冷漠的声音 进来吧 我平住呼吸 轻轻推开门 现已是初春 冰雪早已融化 别说是修饰了 哪怕是凡人都穿上了薄衫 可宫殿里的炉火 却烧得很旺 刚踏进去 我的额头 开始蒙上了薄薄的汗衣 俊美到极致的青年 披着一件厚厚的狐皮大肠 脸色苍白如纸 并太孱弱 身形是肉眼可见的销瘦 眼神却无一丝黯淼颓废 反而犹如深不见底的寒谭 沉静 冷冽 端着茶水走到他旁边 轻轻放在桌子上 突然脖子一阵刺痛 病弱的青年 手指长笛 那笛子顶端 不知为何延伸出一枚 薄乳产意的刀片 笛在我脖子的动脉上 青年面有隐刃 低渴几声 可拿着笛子的手 却依旧稳当 他的眉眼在炉火光中 更是惊艳 眸光却如刀般锋利冷酷 让人毫不怀疑他 即使是个没有一丝灵厉的病秧子 也能在一瞬间 取我的性命 我脸上浮现害怕 心里却在吐槽 爹 你即使落到这样的境地 也好牛逼呀 女儿佩服 你不是春性 你是谁 还是那句话 就算我是费灵之体 但我在现代的时候 学习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技能 模仿一个人 是我最出色的一项 我只要稍观察那个人一两天 摸清他的性格 便能将他的言行举止 复刻的七七八八 若是换成他的脸 哪怕是亲娘 也无法在短时间看出端倪 据我所知 这个春性 只是外面一个扫地的小丫头 跟我爹嫌少接触 我近来 好像连一刻钟都没有吧 我爹就这么认出来了 我于是也不再隐藏 用了自己的本音 委屈巴巴地道 你还记得 被您抛弃在太虚踪可怜的 受人欺负的女儿吗 青年眼中的瓶颈 冷漠破碎 染上一丝惊恶 失声道 何能真正牵动这男人心虚的 大概只有他唯一的女儿 沈清哥了 我服下一枚丹药 缓缓恢复成我那张 跟他有六七分相似的容貌 我的容貌随我爹 我爹作为修真界 出名的美男子 我的模样自然也不差 我爹急忙把笛子收了起来 但那刀片着实锋利 已经在我脖子上 留下了一丝血痕 我爹的指尖俯上去 似乎想直接用灵力 为我治疗 可他忘了自己 灵根经脉全肺 已经和凡人无异 那丝血痕半点反应都没有 我爹眼里闪过一丝 我从未见过的痛苦和黯然 他正然看着自己的指尖 和我脖子上的伤口 哑声道 抱歉 哥儿 我 我立马握住了他的手指 故作轻松道 爹爹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你还活着哥儿 已经很开心了 哪怕我连住击都没到过 却能理解 原本弹指尖山河灰飞烟灭的大能 病弱的连凡人都不如 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事 我忍不住问 爹 你当年封印魔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说你重伤身允了 我爹陷入了沉默 好一会儿他才道 其实 魔尊当年并没有被我封印成功 我 哈 这时 门口传来一个阴森魅惑的华丽声音 阿琳 他是谁 我几倍一僵 猛地缩回握着我爹手指的手 慢慢转头一看 一个身穿红衣 容貌厌绝的妖野男子 浅笑盈盈地看着我们 看上去脾气颇好的样子 可眼底的浓烈杀意 激得我还冒到数 这杀意自然不可能冲了我爹来的 要不是我爹在这里 我毫不怀疑我会血剑当场 他是魔主机渊 他是我女儿沈青哥 我爹 求求你闭嘴吧 那妖野男子也被咽住了 他深吸一口气 目光如同一根藏在寒冰中的针 蹦射开来 戾气四溢 沈成林 你当真以为本座不敢杀你吗 我爹不为所动 你要杀我 早就在无奇牙下我经脉寸断的时候杀了 或者你随便将我扔出魔狱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出三日必死无疑 又何必用各种天才地宝 调着我的命 你说是吧 容冤 容冤 传说中被我爹封印了的魔尊荣渊 鸡渊 荣渊 我颇有些一言难尽 你堂堂一个魔尊 居然假装自己被封印 然后自降身份变成魔狱的十大魔主之一 然后把我爹金屋藏娇 一个绝对强者魔狱魔尊 一个天之骄子灵霄电电主 一个生性残暴的魔主 一个若不禁风的炉顶 这角色扮演 晚安 还是你们会玩 荣渊目光不善地看着我 轻蔑讥笑 你本座自然不舍地杀 但你女儿吗 她语气中带着不容智慧的残忍杀意 温暖的室内 却硬生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她手中逐渐凝聚一团 子中带黑的魔烟 我有一种预感 要是被这黑焰燃身 我恐怕连灵魂都会被焚烧殆尽 我爹皱着眉 还没等她开口 我就在慌乱之中 看都没看清楚 就一把抓住了储物界里 堆在角落里的瓶子 扔向容冤 然后立刻从储物界中掏出风火轮 一把背起我爹 瞬间飞出宫殿外 容冤冷笑 一拂袖 瓶子瞬间破裂 天空陡然黑沉起来 瓶子碎片冒出一缕青烟 青烟越升越高 最后变成一个轻面獠牙的魔鬼 魔鬼道 是谁救了我 容冤掀了掀眼皮 没理他 抬手 晶莹的流光向四周散开 我急忙杀住速度 果不其然 面前出现了一堵透明的墙 这是结界 那魔鬼看向容冤 是你救了我 见我们逃不掉 容冤才施舍一个眼神给他 饶有兴趣的挑眉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魔鬼哈哈大笑 你救了我 我要把你杀了 容冤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 魔鬼自问自答 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吗 我困在这瓶子整整四百年 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谁打开瓶子救了我 我一定送给他无数财宝 一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宝 可是没人来救我 两百年的时候 我依旧袭迹 如果谁能救我 我会告诉他全世界的宝藏 可依旧没有人来救我 三百年的时候 愤怒就立下誓言 如果谁救了我 我就要杀了他 哇 很好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你他妈不就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 渔夫和魔鬼里面那个恩将仇报 想杀渔夫 却被渔夫重新哄骗回瓶子里的大傻逼吗 未免交易器 怎么把这鬼东西给我交易出来了 现在瓶子都直接碎掉了 不能再用渔夫的做法了 咋办 我却忘记了容冤连困中魔鬼的瓶子都能弄碎 又怎么可能惧怕一只非土著魔鬼 等等 我该关心的是我自己呀 我特么关心容冤干什么 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容冤吃笑一声 声音魅惑低沉 内容却狂傲 杀本作 你也配 他甚至没动用杜杰气修士的威压 而是懒洋洋的打了个响指 一朵朵燃烧的紫黑色莲花在魔鬼身上绽放 那紫黑色莲花火焰极具邪恶 但凡沾染一点 便会被烧得神魂俱灭 魔鬼怎么也扑不灭那魔焰 很快发出凄厉的惨叫 身形越来越淡 瞬间滑跪 那紫黑色莲花熄灭 语气带着好奇 三个愿望 那恍若烧穿灵魂的剧痛消失 魔鬼冷汗层层 是的 容冤轻轻眯起他一双好看的凤眼 当真 你不会想知道欺骗本作的下场 魔鬼连忙说 请说出您的愿望 容冤轻笑 随手一指 指向我爹 第一个愿望 本作要他爱上我 众人 魔鬼沉默一瞬 仿佛在说 你一个那么牛逼的大能许这种愿望 容冤神情危险 不行 魔鬼看了看容冤 又看了看我爹 吞吞吐吐吐道 可是 您指着的这位 分明已经爱上您了 我爹 我 容冤 我清楚地看到 容冤的眼中爆发出一阵惊喜 却又被硬生生压下阳起的嘴角 看着我爹的眼神 寒情默默 看向我的眼神 又是嫌弃又是憎恶 我 魔鬼 所以您换个愿望吧 容冤懒洋洋地掀起眼皮 像是随口说出的一般 好 就换成将阿玲的灵根和经脉恢复 我却清楚地看到 他拖着火焰的手倾颤了几下 魔尊的家底不可谓不丰厚 我也确实在这里打听到 各种在外面修饰都眼红的天才地宝 不要钱似的 源源不断地流入忘忧宫 再加上医术高超的魔衣 却只能堪堪掉住我爹的命 更别说恢复经脉 重塑根骨 魔尊谋若深渊 负着一层四浓又四淡的杀意 只要魔鬼说一句 做不到 那紫黑色的莲花火焰 便会重新将魔鬼吞噬成一缕青烟 永远消失在这时间 可惜魔鬼并不知道 自己在阳光店中走了一遭 好 他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打开塞子 不仅荣渊也震惊了 我也震惊了 哪怕是我也能感受到 里面浓郁的生机之力 这魔鬼的宝贝可真是了不得 瓶子里的东西化作一串甘露 没入我爹眉心 跌跌苍白的脸色开始红润起来 病态之色消失殆尽 回握着我的手也变得有力 而我也眼睁睁看了一股黑色的灵力 霸道的闯入我爹体内 撞了我爹发出一声闷哼 我爹还居然没有排斥 我更是感受得到那股黑色灵力 强势的侵占着我爹身体的七经八脉 像蛮不讲理的野兽般巡视 标记着自己的领地 显示自己浓浓的占有欲 荣渊既是检查 又是向我挑衅 我 您多幼稚啊 荣渊喜滋滋的检查完我爹的身体 看样子 爹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他看向魔鬼的眼神 也带了那么一丝温度 第二个愿望 本作要和沈承林永远在一起 魔鬼 见魔鬼久久不说话 荣渊瞬间变脸 做不到 魔鬼 QAQ 家人们谁懂啊 遇到一个顶级恋爱脑 他不要钱 不要地位 不要实力 只想着他的相好 魔鬼抹了一把冷汗 这个 你们能不能在一起 取决于你们的选择 我实在是无法左右啊 眼看着荣渊手上又冒出火焰 魔鬼怂了 我可以给你们赐福 以后 你们的仙徒或者魔徒 会非常通畅 你们的姻缘红线 也会异常牢固 我目瞪口呆 你一个魔鬼 还能赐福 荣渊嫌弃道 也行吧 我爹也只是深思地 看了一眼魔鬼 没有拒绝 我 好好好 就我是小丑是吧 魔鬼 我先显现一下 你们身上的气韵 很快 我就看到 他们身上 几乎不满了全身的黑气 黑气 乃至死陨落的大姐 魔鬼看得一脸震惊 男男道 奶奶道 我就没见过 像你们这样 天生这么多霉运 死结缠身的不祥之人 居然比困在瓶子里的 我还要倒霉数倍 就这样你们居然还没死 活到了现在 我爹和荣渊沉默了 魔鬼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他们 招了招手 漫天红色的 像绸带一般的发光东西 纷纷洋洋洒下 落到我爹和荣渊身上 又融化不见 黑气被一点点溶解 两根红线显现 慢慢成螺旋状 缠绕寂静 一端是我爹 一端是荣渊 魔鬼气气哀哀的问 最后一个愿望 荣渊似笑非笑的看了他一眼 那笑容充满不怀好意 嗯 魔鬼还是被关在瓶子里太久了 也太天真了 他不知道 现在的人类 是怎样邪恶的存在 别说魔尊大人了 就算是我 都不可能放走 这么一个这么有用的魔鬼 果不其然 荣渊36度的嘴 吐出零下温度的话 最后一个愿望 本作要你 认本作为主 本以为实现荣渊三个愿望后 就可以重获自由的魔鬼猛逼了 哈 荣渊懒得废话 死或者认本作为主 选一个 魔鬼 我还有的选吗 荣渊认真的摇了摇头 还网上抛了一下紫黑色莲花火焰 你没得选 魔鬼 魔鬼一边哭 一边跟荣渊结下了主仆契约 魔鬼眼里没有光了 脸上呈现出 要不这个世界 还是毁灭吧的淡淡风感 因为禁锢他的瓶子 从物理意义上 换成了精神意义上 魔鬼低眉顺眼 主人 荣渊有点嫌弃 他那轻面疗牙 你长得太丑了 离本作远一点 魔鬼 解决完魔鬼的事 荣渊看向了我 他的死亡脚步一点点迈进 我咬牙 正想动用未面交易器的时候 我爹却一脸平静 甚至有点好整以侠的看着荣渊 四周的魔兵也多了起来 将我俩团团围住 荣渊将我爹全身上下扫了一眼 满意的点头 阿琳 跟本作回去 你现在身体恢复了 可以重新修炼 他还看了我一眼 眸中带孝 谋底却罕见地流露出 一丝极恨和隐忍 毕竟是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魔尊 性格残忍 又心胸狭隘 爱上一个人 自然难以容得下 对方与他人结合生出来的子嗣 本作可以放你女儿走 但你这辈子 只能乖乖待在本作身边 我爹但笑道 你不必对哥儿抱如此大的杀意 因为他 我爹轻描淡写的 扔下一枚炸弹 把我俩雷的外交里嫩 也是你的女儿 我 荣渊 此时 我脸上一幅网络上很火的 指着自己的表情包 你是说我吗 JPG 世界没有最荒谬 只有更荒谬 我特么是魔尊的女儿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两个大男人也能生孩子 我爹轻点我的眉心 身体恢复了的他 可以运转灵力 我感觉有什么封印解开 额头眉心一片忧冷 对面冷酷的魔尊 大惊失色 我一脸猛逼的 拿出一面镜子 看到自己额头上 闪烁着一个紫黑色的印记 长得非常像荣渊的 黑色莲花火焰 哇 我第一反应是 为啥我两个爹那么强大 我却那么废物 废灵肢体 武灵根 呵呵 正正得富是吧 我是他们两个 排出体内的杂志 老天爷 你的神经 荣渊瞬间闪到我面前 抓起我的手腕 黑色的灵力 钻进我的皮肤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荣渊有点复杂 又有点欣喜地看着我 口中喃喃 果真是本作的血脉 他又皱起了眉 咦 都快二十岁了 才练七七 本作二十岁都半不化神了 武灵根 你身体的筋脉 怎么萎缩成这样 储存在筋脉里的灵力 激进于无 本作的子嗣 怎么可能这么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荣渊默默咽下了废物两个字 知道我是他的亲生女儿后 荣渊变脸 比翻书还快 他和颜月色 整个人都散发着慈腹的光芒 大 你叫哥儿是吧 来 给爹爹看一下 很好 连本作的自称都不用了 完全看不出 刚刚你个小杂种 本作要拍死你 用黑莲花火焰 烧得你永世不得超生的情态 我不鸟他 看向将我一手带大的爹沈成林 抿了抿唇 爹 沈成林笑眯眯道 看来你因肺灵之体 散落到异界的魂魄已经回来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总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什么 就在荣渊想要走过去 牵着我爹的手时 一道雪亮的剑光朝他劈了过来 我爹急忙带着我 飞到了另一边 一众魔兵也被凛冽的剑气 轰飞了出去 荣渊眼中闪过一抹阴沉 抬起头 只见一个白衣男子遇见而来 他眉眼俊美而轻贵 犹如青云之碧月 流风之回雪 一靠近就仿佛有一种 覆盖万物的威压和沉寂 我愣住了 我终于知道自己忘了什么了 我师尊说会来魔狱救我 荣渊稍稍眯起了眼睛 意味不明地道 一别多年 没想到裴容小儿也到肚结期了 师尊的动作顿了一下 缓缓皱眉 细细打亮着这个红衣绝艳的青年 他可没有其他魔主那么好糊弄 加之我听说过 我师尊很多年前也跟魔尊交过手 还能全身而退 跟魔尊交过手的人多如牛毛 但从他手底下活下来的 却寥寥无几 我师尊能全身而退 足够证明了他的本事 毕竟他比魔尊小了个两百岁 师尊面色沉静 语气笃定 你是荣渊 荣渊不治可否 师尊醋眉 眼中似有怒火 你没有被成林封印 成林呢 你把他怎么样了 培荣 我在这里 我爹无奈开口 杜结期的大能会平等的 无视一切弱小的生物 很明显 我和我爹现在都属于这个范畴 导致培荣首先把注意力 放在跟他一样 是杜结期的 威胁最大的魔尊身上 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我们 师尊终于看到了 记忆里那个一向内敛从容的男子 看他们进入宫殿 从站着剑拔弩张 到坐着侃侃而谈 我不由地抽了抽嘴角 师尊果真不是寻常人 他作为修仙界第一大宗 太虚宗宗主 正道的第一人 若换成一般的修仙小说 这样身份的人 早就对着我这个魔尊爹 述出一顿邪魔外道 人人得而诸之本尊 这就替天行道 魔头拿命来的作死之言了 而不是像现在 这三人仿佛好友一样 把酒言欢 原来都是一场误会啊 既然成林对你也有意 那到时候你俩大婚的时候 本尊也来讨杯喜酒 本尊得悄悄来 不然那群老古董会把本尊喷死 本座随时欢迎 师尊拍了拍我爹的肩膀 兄弟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我爹忍无可忍 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肚结期 这么大的手劲 是想把我的肩膀骨头拍碎吗 师尊顶着荣渊不善的目光 善善放下手 忘了你现在是躲娇花了 我爹 高冷淡漠 一身正气 只是师尊的外表 离经叛道才是师尊的本性 师尊问 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封印荣渊的时候 我在闭关 我闭关出来后 整个修真界 都在传你重伤陨落的消息 我将整个武器牙翻遍了 也未曾见到你的尸骨 我爹耸了耸肩 封印大震 还有最后一笔位落下 我就被林霄店的一众叛徒 给偷袭了 师尊皱眉 你的伤势 荣渊阴森森的笑 沈成林 你为了封印本座落了个经脉寸断 灵根近毁 全身骨头碎了大半的下场 后悔吗 我目着脸 就等着我爹说出那句 从未后悔 再来个经典的虐恋情深 结果我爹毫不犹豫的点头 我怎么可能不后悔 我他妈后悔死了 是那种半夜都要做起来 懊恼到撞墙的后悔 我荣渊 师尊 我忍不住问 所以爹 你当初为什么要封印我 这位魔尊爹 我爹一脸理直气壮 当时我是正道 他是魔道 自古正邪不两立 所以我封印魔尊 需要理由吗 我荣渊 师尊 嗯 好像确实不太需要 可是这该死的家伙 千人千面 我当时没能认出 他是你另一个爹 不然早就把他 掳到灵霄店里头了 什么魔尊 明明是灵霄店店主夫人 我们三人 我举手 最后一个问题 两个男的也能生孩子吗 我爹跟我解释道 自然是可以的 只不过 并不像男女结合那样 促使母体怀孕 若是两个男人孕育子嗣的话 就是两人神交之后 能在一方的神石里 种上灵胎 随之诞生的 还有灵胎上的魂魄 灵胎稍大一点后 便可以移出神石 进行独立养育 不过实力欲是强大 孕育子嗣 也会愈加艰难 但也说不准 我跟荣渊第一次就有了你 我一言难尽 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 果真是修真戒之大 无奇不有 爹 这个未免交易器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呀 我摸着手上的手镯 疑惑地问 我爹 在一个小秘境里剪的 后来我占卜发现 这个东西跟你有缘 在未来 甚至很有可能救你的命 就把它交给你了 你难以修炼 我便给你留下了子府 让你有足够的灵气神器 跟他交易 拥有自保之力 我感动得泪汪汪 你可真是个好爹呀 荣渊成吟 刚刚本作契约那个丑家伙 也是从你这个未免交易器里出来的 我 是的 丑家伙 魔鬼听到会哭吧 荣渊意味不明地笑了笑 那丑家伙 可是把双刃剑 你比他强 他便能攻你驱使 一旦你比他弱 我漠然 可不是吗 若不是故事里的渔夫机制 早就被魔鬼杀了 也不排除那魔鬼 实在是太蠢了 明知道那瓶子 是禁锢他的法器 还被渔夫三言两语 哄骗着钻了回去 师尊问 成林 你目前有什么打算 我爹想了想 终是叹了口气 以我现在的修为 还不适合回到灵霄店 确实不适合 现在灵霄店 没有我爹作证 一群牛鬼蛇神冒出来 却没有相应的实力为耻 早就没落得不成样子了 不然 园主也不会被那般欺负 荣渊这个魔尊爹 邀请我在魔宫住几天 好好感受一下 魔尊的风土人情 对上魔尊爹期盼的眼神 我矜持地点了点头 师尊跟两人交谈了一番后 知道我有两个爹都在这里 于是愉悦地当起了甩手掌柜 回太虚踪了 我非常顺从地改口问 魔 父亲 您届时会不会恢复魔尊的身份啊 荣渊轻哼一声 自然 等你爹爹恢复了灵霄店店主身份 魔尊也将迎来他的魔尊 然后高高兴兴地娶你爹过门 没过几天 荣渊抛给我一个储物戒 戒环上刻着简朴的花纹 中央却有一朵紫黑色的莲花装饰 闪烁着黑亮黑亮的光泽 看上去极为不凡 我将灵石探进去 猛地倒吸一口气 皆是堆积成山的灵质 丹药 符咒 灵气和神器 几乎能媲美我爹封印在我体内的字符 荣渊的眼神带着惋惜和恋爱 本作问过那丑家伙了 当初本作和你爹先魔结合 一个是仙界的最强者 另一个是魔族的最强者 生下来的孩子不是极强就是极弱 天生不可逆转 哥 你非常倒霉的 哇 荣渊 本作的好东西有很多 修为不够武器 来凑 你跟卫面交易器 琴械交换 争取交换出你口中的原子弹 清淡 看谁不爽就炸水 我忍不住服 魔增dai 你知道原子弹 清淡是什么吗 你就在那乱说 还看谁不爽就炸水 人家炸的是以地区 甚至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OK 不得不说 我爹是修真界Bug一般的存在 他有着好几百年修炼经验打底 没几天就注尽完毕 一个月后成功突破金丹 一年后原因大圆满 顺利迈入化神期 而我那个魔增爹 据说还没到20岁 就是半步化神了 25突破合体期 50大成期 不过百岁已经是妒结期的绝世强者 不知被为了多少灵丹妙药 用了多少天才必保 才艰难注尽的我 我安慰自己 没事的 没事的 我好歹是个富二代 只要别创业 坑死老子就行 这一两年 我在宗门和魔狱来回奔波 甚至还出手整顿了一下灵霄店 之前我来的时间上短 修为低 跌死了 宗门又不爱 实在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现在有时间 还背靠两个爹和世尊 自然得拿回来 我爹的东西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觊觎的 修为不够 武器来凑 跟未面交易器对话了那么多次 我终于交易出一把沙漠之鹰 我把完卓手中熟悉的好友 微眠起眼睛 熟练的上堂 对着一个一边口中乌言慧语 一边嚣张的要往店主的座位上 做的灵霄店弟子 砰的一声 那位弟子的脑袋就变成了烂西瓜 果然比游乐王子的魔动枪杀伤力更加巨大 魔动枪最多只能打伤人 而现实里的枪支子弹却能射穿人体 瞬间毙命 几个长老还要跳出来嗶嗶 我直接拿出宝葫芦 把他们都收了 待个几天 估计就安分了 然后将我爹的旧部重新整合 被关地牢的放出来 被赶走的召回来 被打压的提拔起来 一点一点恢复了 我爹还在的样子 我很满意 万事俱备 只见一个爹 这天 修真界都在流传这样一件大事 灵霄店店主沈成林没死 魔尊荣渊更是没有被他封印 最荒谬的是 这一对死对头竟然还要结尾道理 要知道 沈成林可是亲手封印过魔尊的呀 魔尊没有恨到 将他碎尸万段就算了 居然还要和他结尾道理 是他们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反对者不是没有 但他们看到 我爹和荣渊的修为之后 耿住了 我爹沈成林 大成七巅峰 魔尊爹荣渊 杜劫七巅峰 太虚宗宗宗主淡定自若 朝他们俩摇摇拱手 到时候 本尊会来讨一杯喜酒 太虚宗的长老怒了 宗主您 怎能跟他俩同流合污 是啊 宗主 没想到沈成林 居然也跟这个魔头搅在一起 他看他 对得起仙门这么多年 对他的栽培吗 世尊宗主轻飘飘 看了长老一眼 声音无比冷漠 闭嘴 你们再叫本尊做事 这一两年他都在闭关 已经成功突破到了肚结中期 能再听这群老头子 叽叽歪歪才怪呢 长老混到这个份上 又怎么可能不设人惊 见宗主真动怒了 知道继续说下去 肯定讨不到好 只能沉默 看着修真界 第一大宗都表态了 剩下的那些宗门 还能怎样 太虚宗他们惹不起 灵霄殿殿主和魔尊他们 更惹不起 还别提封印魔尊的时候 也有不少宗门参与 万一魔尊来个事后 疯狂报复怎么办 还不如现在卖个乖 最好魔尊 因为和灵霄殿殿主 结为道理 人逢喜事精神爽 忘了这件事 然后放他们一马 修仙意图本就不易 为了所谓的正义 得罪这几个大能 丢掉性命 才是最蠢的 我爹和魔尊爹的婚礼 办得很隆重 举办地点是在灵霄殿 各方的事例都前来观礼 十里红装 满成繁花湿的颜色 两位新郎官 都穿着用金丝 绣着祥云的红袍 他们的容貌 都是一等一的靶尖 一袭红衣 更显厌觉无二 魔鬼一大早 就被我的魔尊爹 薅起来干活 硕大的脑袋 顶着酒杯 在人群中穿来穿去 满脸怨气 非常符合 现代打工人 美丽的精神状态 上辈子作恶多端 这辈子早起上班 我当初舒舒服服 躺在瓶子里不好吗 早就结尾到旅了 叶盈兴致勃勃地问我 有两个大老爹 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微微一笑道 我爹二十岁原音后期 我魔尊爹二十岁半步化神 我二十岁是个恋气 你说我是个什么体验 叶盈 我把他们引到宾客席 便开始招呼其他客人 一天下来 我脸都笑僵了 终于趁着空隙 偷溜出去摸鱼 魔鬼也一溜烟跑了 店外 我发现 一名衣衫褣的女子 蜷缩在墙角 想着今天是我那两爹大婚的日子 便随手递给他一包洗糖 今天我爹大婚 沾沾喜气 那女子脸上脏兮兮的 轮廓却有些熟悉 我似乎见过 我皱着眉 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女子是谁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懒得为难自己 却没有注意到身后那女子 复杂又难堪的神情 夜晚 华灯初上 繁星点点 我坐在波光淋淋的湖边 扬眉一笑 师尊怎么也在这 培荣足间轻点 便从湖中央的花灯 那几分温柔 一种彼此心知肚明的气氛 开始蔓延 我垂眸 拨弄着飘过来的花灯 花灯中间的烛光一闪一闪 语气壮丝平淡 师尊啊 你可真够离境叛道的 培荣那张完全不逊色于 我那两个爹的脸 可真是一等一的蛊惑人 俊美清贵 如天山上一捧晶莹的雪 不知歌儿是否给我一个机会 我承认我被蛊惑到了 抬头望向他 点点灯光映入我的双眸 璀璨如心 那我 拭目以待 全文完